美中领导人在台北时间 昨天晚间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视讯对话 这也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中美领导人第一次的通话 白宫发声明表示 拜登向习近平表明 中国如果支持俄罗斯的话 将面临的影响跟后果 而习近平也向拜登表示 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见这一步 不过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所发动的军事行动 习近平说这是危机而非战争 乌俄战火延烧 外传俄国提出请求 请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白宫发声明表示 在这次中美领导人视讯会谈中 拜登向习近平说明了 如果中国给予俄罗斯物质上的支持 将会面临哪些后果 中国必须要为他们的决定 在哪里要站在哪里 和他们的历史记录 要看他们的决定 看他们的决定 这就是决定和中国的决定 拜登清楚表达美方观点 至于中国如果援助俄国 所可能面临的后果 白宫并没有公布细节 至于美国是否向习近平提出 请他做调人 说服普廷停火或撤军 美方强调 中国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拜登并没有提出这个请求 针对俄国对乌克兰所发动的军事行动 习近平称作是危机而非战争 他呼吁乌俄双方 透过对话和谈判 解决这场危机 中国有两句老话 一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另一句是解铃还需细铃人 习近平还呼吁美国与北约 跟俄罗斯对话 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 化解乌俄双方的安全忧虑 专家分析 今年秋天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 加上最近中国疫情大爆发 如果中国贸然协助俄罗斯 所引发的经济制裁 不但会造成中国内部动荡 更不利习近平寻求三连任 面对污厄冲突 习近平必须打安全牌 综合报道 中美两国元首在乌俄冲突爆发之后 双方在昨晚展开正式的视讯通话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 拜登跟习近平也谈到了台湾问题 习近平说台湾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 将会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 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而拜登则是重申说 美国不寻求跟中国打新冷战 不支持台独 美方愿意跟中方坦诚对话 并且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面对拜登的说辞 总统府表达了美国对于台海安全的重视 秦政院长苏贞昌也说 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针对俄罗斯乌克兰情势再度视讯通话 台海议题直求对决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拜登重申美国不寻求跟中国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透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也不支持台独 美方愿意跟中方坦诚对话 加强合作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而习近平则说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将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 我们会和所有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 坚定的在一起 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我们一起努力为普世价值坚守防线 即去年11月之后 拜习会进行第二次视讯会谈 这也是无二冲突之后 中美的首次会谈 总统府感谢美方对台海安全的重视 也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也呼吁中国作为区域的议员 也要负起共同责任 只是拜登不支持台独 坚持一中在会谈当中 又释出怎么样的讯号呢 美方重申对台政策不变不主动 越过纳道红线敏感的台海问题 已经成了会谈中两大强权的角力战场 继续周围节台北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廷一边攻打乌克兰 一边在莫斯科庆祝俄俄国 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八周年 也继续宣称现在入侵乌克兰 是为了解救乌东的恶意人口面受压迫 前美国加州州长阿诺 则在推特上将俄罗斯的民众 还有军人喊话 希望破除普廷的谎言 全俄罗斯从西到东的城市 18号都在庆祝俄国并吞克里米亚八周年 2014年2月 亲俄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遭到推翻逃到俄国后 俄罗斯就出兵并吞了克里米亚 俄罗斯总统普廷当天也参加 在莫斯科体育场举行的庆祝大会 普廷也说这次对乌战争 是为了结束乌东民众遭遇的种族灭绝 普廷谈到攻打乌克兰时 国音电视台突然切掉了画面 改播音乐 之后才又出现普廷的镜头 克里米亚公发言人说 讯号断掉是因为技术的问题 乌俄战争爆发后 俄国媒体向人民传播不实的讯息 在俄国很受欢迎的前加州州长 阿诺·史瓦辛格 17号在推特发布了一段影片 告诉俄国人真相 阿诺还提到父亲二战时 在谎言下为纳粹打仗的事情 影片有将近两千万人点阅 在俄国也有好几百万人收看 阿诺并向普廷喊话 呼吁他停止战争 综合报道 生活在台湾 你觉得自己幸福吗 根据联合国近期发布的 全球幸福报告 芬兰已经连续五年 被评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丹麦位居第二 紧接着是冰岛 瑞士跟荷兰 台湾排在第26名 超越了邻近的新加坡 日本等国是东亚国家之首 而阿富汗则被列为是 最不快乐的国家 各式各样美食小吃 热情好客的风土民情 生活在台湾 您觉得幸福吗 我觉得至少在安全跟交通上面 是真的很方便 这一点我是觉得还算蛮快乐的 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有床不可以睡 买东西什么也都很方便 COVID-19的疫情 对这是这两年最有感 蛮民主自由的 对啊 可以包容很多不一样的族群 联合国近期发布一份 全球幸福报告 根据国家的GDP水平 社会自由 甚至是面对新冠疫情时的表现 等进行民调 藉由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 推断人民的幸福感 最后由芬兰夺冠 蝉联五年榜首是世界最快乐国家 丹麦排名第二 紧追在后的还有冰岛瑞士荷兰 而台湾排在第26名 不仅赢过新加坡 排名也领先临近的日本南韩及中国 登上东亚国家之首 至于阿富汗则被列为最不快乐的国家 赢过新加坡 日本那真的还蛮惊讶的 感觉好像他们的所得什么的都比我们高 我觉得台湾没有赢日本耶 所以我觉得日本它各方面经济方面 都还是比台湾好很多 看韩剧看日剧 他们都要讲静语 其实台湾我觉得在职场上 比较不会这么压抑 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政治上面的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26名应该算还不错了 全球幸福平比曝光 台湾实至名归吗 还是与现实有落差 毕竟幸福感定义主观 如人饮水冷暖只有自己知道 尽管陈青春也太不等